第十三屆SBL喊出英雄上陣 收場富邦勇士和玉龍納智傑的比賽 就讓球迷大開眼界 NBA八年自立的Barron 外線接獲好地林書偉傳球 拔起來就是三分入網 勇士兩位新同學用好表現 向球迷做足自我介紹 合力掀起十一比四攻勢 不過落後的玉龍沒在怕 綽號科神的新秀 可明豪快狠準 用一技精彩的超捷快攻 反手拉桿上籃 預約今日的五大好球 刺捷玉龍延續火力 楊將羅里進去遭到包夾沒關係 妙傳給埋伏低腳的呂正如Bingo 趁著富邦第二劍 命中率下滑到只剩三成 玉龍用一波二十五比十四的攻勢 逆轉超前 到了下半場換台版浪花兄弟 另一位周世淵火力全開 外線接連兩顆重砲 幫助玉龍一度拉開到十一分的 雙位數領先 不過富邦勇士可沒有乖乖就範 決勝間同樣拿出長槍給予回應 留聲要連續兩顆三分彈 追到只剩五分差距 眼看球隊步步驚吞落後 這時候豪弟怎麼可以冷眼旁觀 快攻來到前場 獸一技背後傳球 找到L Barron 兩分穩穩拿下 Barron攻下全場最高的二十七分 外帶十四籃板 儘管周世淵該用切入上籃巧妙得手 同樣最高二十七分立碗狂籃 但決勝節倒數二十五秒 輸位又來囉 外圍找到空檔切入突破上籃 追到只剩一分差 而且這時候盤冠漢居然還發生要命犯規 再把豪弟送上罰球線 關鍵時刻 林書衛心臟夠大顆 兩發全中 幫助富邦勇士再超前比數 加上最後七秒 富邦勇士成功守住 在林書衛十五分六助攻的帶領下 最後富邦勇士就以八十一比八十 氣氣走玉籠拿下開門紅 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馬坦議士 馬坦議員